朱师傅用了寻思 他也懂得朕的寻思 朱龟现在何处 现在广东寻福任上 那也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禅朕的旨意 赏朱龟挥墨一副 举死一筐 参加完和亲王红座的丧礼后 乾隆皇帝不得不就善未一事 给出明确态度 两位继位呼声最高的皇子 皇十一子永兴和皇十五子永远 进入君基柱学习政务 很明显 乾隆皇帝选定的皇位继承人 就是这两位皇子中间的一位 同时 两位皇子今后的表现 将会大大影响 乾隆皇帝最终的传位决定 于是君基柱变成了 永兴和永远的皇位角逐之地 次日一大早 两位皇子便早早来到君基柱上班 不同的是 永远抱来了一落诗集 乃惜自己的师父朱龟 耗费数年时间收集编转而成的 乾隆玉制诗集会篇 将近四万首 并逐一进行详尽的批注 刘庸和季晓兰随后而至 根据清朝组织 清代皇子与大学士相见 行办跪礼 称老先生 如前师父者或称老师 自称或门生或晚生 可这项组织行至乾隆朝 似乎已经失效 大学士和皇子见面 只有大学士请安行礼的份 皇子却能坦然受礼 只是现在的形势不同 两位皇子于军机处的表现 将会直接决定 是否能够继承皇位 所以两位大学士行礼以后 永远赶紧上前 李代朝廷重臣 争取正面形象的搭建 并赢得积极风平 就此来看 永远于人情事故方面 确实胜过永兴 再看永兴 一脸嫌弃和嘲讽的表情 只不过他很快就会见识到 永远这种态度的具体好处 而后永远将朱龟所编预制诗集 传给永兴和两位大学士查看 朱龟贵为永远师父 刘庸和季晓兰自然要给予正面评价 素有浓墨宰相之称的刘庸 和天下第一学士纪晓兰都给出积极评价了 永远自然有了替朱龟说话的资本 朱师傅这本书花了这么多年终于完成了 也是替我们向华马表示了孝心呢 永远为何要将诗集呈给乾隆皇帝 让朱龟赢得盛心 争取将朱龟调入京城 调入权力中枢 以增加自己的朝野势力 助力自己登基 刘庸和季晓兰都说话了 永兴就算不愿意 也只能给出肯定回答 另外永远此举可是一片孝心 更何况敬献师级也是替永兴敬孝心 如此一来永兴自然无法拒绝 只能违心给出回答 是啊 皇阿玛正为武叔的先世而伤心 我们乘上朱师傅这个大座 也能为己华马于万一 和永远欲想的一样 诗集敬献给乾隆皇帝以后 乾隆皇帝果真龙清大悦 并迅速进入自吹自擂的意淫状态 朕平时有感于凶 随手写下的 经这个朱龟 这么一龟结 就这么多了 快四万少了 乾隆皇帝号称一人干倒了全堂师 一生做师近四万首 不过也就只是数量客观 质量方面就实难恭维了 可就凭着数量优势 乾隆皇帝也想寻找点 前无古人的感觉 他转向纪晓兰问道 刘庸也有浓墨宰相的称号 乾隆皇帝为何独独问了纪晓兰 因为刘庸大概率不会违心奉迎乾隆皇帝 而纪晓兰这个弄臣则会 乾隆皇帝不会故意找这个不自在 好了 我们来看纪晓兰春风般的马屁 惠皇上 且不说帝王将相 就是毕生行文写诗为生之人 绝没有超过四万首的 皇上戎马空走 政武繁杂 竟才思喷涌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听听 这逢迎之词说来就来 马屁拍得让人好不舒服 以写诗为生的人尚且没有如此成绩 更别提帝王将相了 更何况乾隆皇帝每天工作还如此繁忙 能有如此诗歌数量 简直不是人呢 只是纪晓兰的马屁这就结束了 当然不会 只抢调数量算什么本事 人家还得吹捧一下乾隆皇帝诗作的质量呢 想要凸显乾隆皇帝诗作的质量 自然要有个参照物用来比较 季晓兰选择了诗作方面的绝对权威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 可就算李大爷和杜叔叔 比较起乾隆皇帝的诗作来照样不如 只是这通马屁明显有些过了 就连乾隆皇帝也顿绝不好意思 接连称 哎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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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可这就是乾隆皇帝想要的效果 就算比不过李白杜甫 乾隆皇帝也要想办法夸一夸自己的佳作 不过这个朱龟啊 倒也学惯古今啊 朕写的这些诗 你看他一个一个追根溯源 手手批注 批注的这些地方还真是正当年的得意之笔 请他这么一圈一点 真好像也觉得还是有不少佳作啊 强调朱龟学贯古今 是为了凸显自己诗作的历史典故跨度之大 强调朱龟对每首诗作追根溯源 自然就是凸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熟练掌握 认可朱龟的批注 也就是自夸自己诗作的经典 最后前龙皇帝给出了总结性评价 朱师傅用了心思 他也懂得朕的心思 一句话 朱龟师傅身通上意 这可谓君父对臣子最高级别的评价 有了如此正面评价 接下来自然要进入常规的赏赐阶段 或赐金银 或赐物品 再或者给予官职爵位的晋升 我们来看前龙皇帝的最初想法 朱龟现在何处 这句问话包括了认职地点 现居何止 前龙皇帝准备着拔朱龟 或者将朱龟调往重要省份 或者直接调入京城 调入权力中枢认职 可面对如此敏感的问题 这边刘庸刚刚开口 那边永远就赶紧抢过了话题 给出了回答 现在广东巡抚认杀 很明显永远着急了 而且犯了大机会 注意 朱龟的这套诗集 并非永远以个人名义上乘 而是以军机处的名义上乘 也就是说 永远于军机处争取 永兴 刘庸和纪小兰的支持 是理性的 是明智的 能够有效掩盖永远的真实目的 所以 这套诗集上乘给前龙皇帝以后 前龙皇帝也确实龙心大悦 然后自然而然地生出了 想要重赏朱龟 乃至提拔朱龟的想法 毕竟是一位有才华的臣子 毕竟是一位身通上义的臣子 可等到永远迫不及待 抢达朱龟信息的时候 前龙皇帝忽然就明白了 原来这份诗集的目的 就是用来获得圣宠 就是为了将朱龟调入京城 成为永远可就近使用的朝廷势力 一句话 永远已经开始布置自己的夺敌计划了 前龙皇帝当然不会鼓励这种行为 所以 前龙皇帝的表情立马变了 已经到嘴边的啄把赏赐 也立马变了 嗯 那也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意思很明确 你想将朱龟调入京城 门都没有 就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广州认上吧 传真的旨意 赏朱龟 挥墨一副 橘子一筐 挥墨一副 橘子一筐 基本相当于象征性慰问和答谢 甚至都谈不上赏赐 永远愣了 永兴喜了 老辣的乾隆皇帝 到底是职业帝王的巅峰代表 控制皇子夺嫡 到底胜过了康熙皇帝太多 将朱龟调往京城任职的计划破灭后 永远又会如何开展自己的夺嫡计划 又将如何彻底征服乾隆皇帝 让我们拭目以待